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张敏 中国副总理李克强16日到达香港 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 他表示带来了中央支持香港进一步发展的新政策 又说将会在香港走走看看并与市民交流 有评论指 十多年来虽然中央领导人多次访港 但都拒绝与民主派对话 缺乏大国领导人应有的风范 美国副总统拜登将于中美817公报29周年纪念日 首次到中国进行六天交流访问 预料美国国债 人民币汇率等经济问题 以及台湾问题将成为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 有民主人士呼吁拜登关注中国人权状况 维权多年的南海三山土地案 再次被当地村民郭伙嘉以私人名义 将广东省国土厅告上法庭 案件在16日开庭 有200多名村民到场声援 广东省多家媒体也到场采访 案件虽没有当即判决 但村民认为这一事件是历史性的维权胜利 被河南新蔡县公安局以损害公务罪 判刑一年的河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田喜 与四川维权人士黄小敏将于近日刑满厨狱 有相关人士及团体呼吁各界捐款 并关注这些维权人士的生活状况和权益 中国铁道部16日表示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永平被停止 新华社简短公布了这一消息 但没有说明王永平被停止的理由 据报道 中国最大网络公司百度 对其搜索引擎进行人工干预 用户使用搜索引擎时 付过钱给百度网站的链接 会被优先安排在首页最显眼 最受人关注的位置 一则云南5000吨剧毒个渣倒入水库 污水威胁珠江源头的消息 受到众多网民关注 帖子爆料5000吨个渣倒入水库 事后云南取境 把受到污染的水排入珠江源头 南盘江 该消息已成为中国一些论坛的 头条热帖和微博热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张敏 谢谢收看 再会